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中方日前宣布将中立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让立陶宛没料到的是 在外交降级仅三天 中国又打出两招反击王牌震动国际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25日发布消息称 因技术原因 领事业务自当天起暂停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1月26日 中国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 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 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11月24日消息 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指出 近期 有德国学者撰文指出 立陶宛在人权领域有不少不光彩的记录 早在十年前 德国媒体就已报道过 美国曾将一些设恐的穆斯林嫌疑人 转移到立陶宛的黑狱 尽管立陶宛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但2018年欧洲人权法院最终判定 立陶宛允许美国中情局 在本国设立秘密监狱 犯有共谋罪 而且实施了若干侵犯人权的行为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众所周知 为配合反恐战争 美国中情局在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立了黑监狱 秘密拘押所谓恐怖嫌疑人 大搞刑讯逼供 严重侵犯人权 臭名照著的关塔纳摩监狱 就是这些黑监狱的典型代表 这已经成为美国任意拘押等人权劣迹的代名词 有关德媒报道和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立陶宛是这张美国海外黑监狱网的一环 立陶宛甘做棋子 为虎作娼 却不敢承认 更从未道歉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所为 如果立方真有勇气 应该公开承认并即刻改正 此外 立陶宛边境负责人日前表示 目前可能有多达1500名难民聚集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附近 今年截至目前 已有近4200名难民从白俄罗斯越境进入立陶宛 还有7000多人在边境被聚之门外 在2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指出 立陶宛军警近日在立陶宛与白俄罗斯边境地区 使用催泪瓦斯攻击难民儿童 立陶宛难民聚压中心拥挤且肮脏 戒窗流行 难民处境艰难 聚压中心还将男性难民和妇女儿童分别聚压 人为造成家庭分离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连日来对立陶宛粗暴对待 甚至虐待难民的报道不断出现 特别是难民妇女儿童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令人气愤 正在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正义知识的严重关切和严厉谴责 特别是立陶宛军警不仅用军权驱赶难民 还用催泪瓦斯攻击难民儿童 我们强烈呼吁立陶宛政府遵守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等国际法 遵守对难民不推回原则 立即停止暴力镇压行为 保障难民的基本人权 负责任的回应国际社会正当关切 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是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记者提问 中方已经宣布将中立外交关系降级的决定 中方是否会在经贸等其他领域采取配套的惩罚措施 赵立坚表示 中方已经多次重申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立陶宛背信弃义 明知故犯 公然制造一中一台 在国际上开创了恶劣先例 既然做了错事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与中国关系受损后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 23日至25日访问美国 期间 立陶宛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价值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 立外长还在华盛顿接受西方媒体采访 大谈该国不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 向世界展示抵抗中国之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5日访问道 如果真向立陶宛外长所言 立陶宛政府仍然能够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独立决定 我想问一问 立陶宛外长现在正在美国做什么 兰茨贝尔吉斯24日与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 他在华盛顿接受路透社 法新社等媒体采访时称 自从该国今年夏天宣布将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以来 每隔几天就有一家立陶宛企业表示 即在中国的生意停滞了 但他称 这些痛苦将是短期的 立陶宛正努力减少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立陶宛学到的最大教训是 受到经济压迫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 立陶宛将为各国提供如何抵御压力的模式 《华盛顿邮报》称 兰茨贝尔吉斯还呼吁其他民主国家站出来 对抗中国并协调行动 不过他承认 欧盟内部意见不一 一些国家倾向于与中国合作 而另一些国家则奉行更加模糊的政策 关于立陶宛与美方签署的信贷协议 立陶宛外交部引述兰茨贝尔吉斯的话称 该国正在扩大与战略合作伙伴美国的经济关系 并为立陶宛公司寻找各种新的替代方案 媒体评论称 立陶宛因涉台问题惹怒中方 却有望获得美国的贸易支持 赵立坚25日表示 这再次表明立陶宛挑衅行径的背后 有人在撑腰打气操盘指使 遭有预谋 他强调 立陶宛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 为投名状换取贷款 这种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险 立陶宛背信弃义 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不顾国际公理和正义 为大国火中取利 终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 不惜威逼利诱他国充当炮灰 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国家所为 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近日 俄罗斯观点网就指出 立陶宛现在陷入了能源危机中 可欧盟已经自顾不暇 就连美国都见死不救 俄媒指出 立陶宛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希望在能源领域 不再依赖于俄罗斯 而且还拒绝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提出的长期合作 在2014年 克莱佩达建成了一个 液化天然气加油站 立陶宛计划从挪威 美国等国家获取天然气 这样就可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可好景不长 今年欧盟各国都面临严峻的能源危机 再加上天然气价格飙升 让立陶宛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本来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能让欧洲摆脱这种困局 可德国当局却终止了对该项目的认证 而且美国还再次针对该项目 发起了新一轮的制裁 这些都导致了欧盟 在能源问题上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立陶宛本就抵触来自俄罗斯的能源 所以对北溪二项目也不抱有好感 可问题是 美国也见死不救 宁可和中国合作 也不肯将天然气资源送到欧盟手上 就在一个月前 中国和美国进行了谈判 只要协议得到批准 那么美国的燃料将再次流入中国 而不是进入欧洲 俄媒就指出 因为中国的燃料报价要比欧洲贵 所以美国选择了生意而不是盟友 这让欧洲对此非常愤怒 立陶宛媒体也在报道中提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该地区的取暖总费用涨了两倍 而且如果气温下降的厉害 取暖费的价格会更高 供暖公司的负责人对此也表示无能为力 由于锅炉房的设备较为老旧 所以导致成本下不来 虽然可以对设备进行改造 以更节约的方式运行 但需要花费至少40万欧元 这笔费用需要由消费者承担 但人们不愿意支付太多 所以只能维持现状 如果想要让取暖费下降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天然气价格下跌 然而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欧盟没有监管天然气价格的调节机制 当下的俄欧关系紧张 北溪二项目被叫停 美国还将天然气卖给了中国 所以今年冬天不仅仅是立陶宛不好过 整个欧盟也是一样 确实 由于立陶宛激怒中国 美国决定与其签署一份 价值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 可相比于庞大的中国市场 这点钱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而且美国的目的 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拉拢欧盟返华 还有一层目的是为了破坏欧盟的团结 立陶宛主动向美国交投名状 其实已经捆绑了欧盟 让欧盟不得不上美国的贼船 现在美国完全可以通过 利用立陶宛来破坏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目的则是有利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阻断欧盟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